大马路上惊险状况连连 宜兰一名70多岁妇人 带着两个小孩闯红灯过马路 结果妇人被叫车拦腰撞上 重摔倒地 网友直呼说她根本是最坏寻叫 另外在新北市板桥 双载机车跟刚刚转弯的骑士 发生了碰撞 双载机车上两个人连人带车 翻轨180度惨摔 还好只有轻伤 开着开着人就突然跑了出来 驾驶根本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上 惊险瞬间换个角度看 行人灯号制都变成小红人了 70多岁的妇人还小跑步闯过马路 更令人捏把冷汗的是 她后头还带着两个孩子 下一秒妇人被叫车拦腰撞上 往前喷飞 孩子们目睹一切 坚持吓坏 喷到这里啊 截止啊 用点头卡没坏 我会想啊 既然有红绿灯有八马线 就要看先焊红绿灯 这开车的人蛮倒霉的啊 也很衰啊 行人一次抢快闯红灯发生车祸 就发生在20号下午2点多 一烂焦溪箱 焦溪路和信义路口 这一状妇人不但头部撕裂伤 全身也有多处擦伤 影片po上网网友直呼 完全没在看路 做了最坏身教 马路入口同一天早上9点多 新北市板桥五全街和和平路口 也发生惊险车祸 60多岁的男子骑着机车刚左转 突然在斑马线上愣住击杀 接着惨了 和双灾的执行机车猛力相撞 只看到连人带车180度翻圈倒地 两车三人撞成一团 统统挂彩 索性没有大碍 只是这一撞谁对谁错 警方还要再厘清 记者传统报道